我們現在離開海域 我們開始放在狗人錢 跟著漁船出海捕白帶魚 還入境隨俗撒指前 祈求航行順利 金髮閉眼的他名叫李豪 是臺灣美國商會前執行長 誓言要當漁民全臺漁港跑透透 在中國的李豪 他們叫我豪哥 歡迎在我的航班 人稱豪哥的他 本以為能自駕遊艇 造訪全臺各漁港 但發現只有漁船可以自由通行 在2020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拿到身份證後 就去考海釣船船員證 並著手滿漁船 而在加拿大溫哥華出身的李豪 17歲就到亞洲從事金融和法律工作 曾任投信公司董作 如今轉換身份 投身捕魚生活 也透過漁獲美食深入沉夜 更勵志走遍臺灣超過200個漁港 他強調臺灣有山有海 人民友善住起來又安全 這明星臺灣漁夫 如今在四面環海的寶島 落地扎根還開新節目 透過鏡頭告訴全世界 敬新聞曹生莊淑芬報道 敬新聞曹生莊淑芬報道